好 謝謝妳的剪髮 那接下來請我們邊位提問題 妳這個肌肉剪頭髮可以用燙頭髮可以嗎? 我們之後會開發一系列的 因為現在只有剪頭髮、梳子跟電腿筋 因為這是他們一開始疲憊的課程工具 所以如果之後進見可能就會有剪頭髮 或是軟筋之類的 妳剛才提到說妳的感測器是在肩膚之縫 那為什麼沒有考慮到手掌或者骨頭 或者每個手掌區域 因為我可能講太快 因為我是講指尖指縫跟手掌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指尖 但是後來我們自己去操作的時候 覺得整個手掌其實都有感覺到 我不知道還沒指縫 所以我剛剛是說指尖指縫跟手掌 那回頭掉我就不好意思 我們在剪頭髮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頭髮分濕 所以妳這套東西是感覺不到濕度這件事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用視度去摩擎它的 可能濕度的重量 對 我正在有產品的手套 有手套的那些演習關係 但是手套跟剪刀會有輸入 至少這個手套跟剪刀 或者輸入應該也會有電池上面的連動 但妳如果去連動 手套有手套 那剪刀呢 那剪刀跟手套是接的 那是靠什麼來自動 他們每個 比如說這樣 他們每個都會內牽一個感應的鏡片 可以藏在這個東西裡面 然後連結到手套裡面的自動 那個空間 所以它是個手套看一下手套 不是 它是有連動關係吧 對 剪刀跟它也有 塑膜 就沒有摩擦 就沒有摩擦 所以它就是使用什麼 可以塑膜的那個動作 這個手套 主要是妳這邊有用來用 Kiss的手套 然後 我們說這個技術嗎 因為我們這個連結的技術是參考 之前在Kiss的上面的GOD1 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有自動器 然後 這個電路板 跟 不是 電路板 對 所以 線的還是沒有什麼電子蓋 我覺得還是有什麼電子蓋 這個很奇怪 手套畢竟要被剪刀有關 對 就是要那個頭 虛擬的頭吧 對 對 這個 這個 其實我有點不太懂的意思 不好意思 您說要怎麼 真的去剪嗎 現在剪刀中間是有一個藍色的嗎 對 然後你手套啊 大概都是有移動關係 對 或者你怎麼去剪頭髮 透過剪刀剪頭髮 因為不是手去剪頭 對 那剪刀跟手套 應該要有嚴重關係 對 否則才能去把氣泡 那在這個中間的列期 中間的氣候傳遞 你是透過 比如說你是透過藍芽 所以我剛剛沒有說到 所以我剛剛沒有說到 我在思考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 一個人剪這剪了一千顆頭 然後到他這時看到真人的頭 會不會是感覺完全不一樣 應該會不一樣 所以你的頭 剛剛那天剪 真的 第二個問題是 在我剪了之後 然後剪了之後 那顆頭 如果呈現他最後被我剪的效果 就是 這件事剛剛好像沒有補充說 對 意思是希望他們選頭 我怎麼選頭 然後 然後 或者你這個 界面上就是 剛剛沒有仔細講到這部分 因為我們作用戴界面 下面這個就是一個他的輪盤 那你其實就是想 直接去翻他 放大縮小 就是你這個人頭是 真實在裡面 情況你可以touch他的 對 那另外還有剪髮貼 跟臉沒有關係 對 所以我們 在設定上 像是這一個 這個輪盤就是 控制他這一顆 全部的造型 包括五官臉型 頭型髮型 你今天想要剪比較 瓜子臉的人 你就在那邊挑 你想要剪比較 頭比較大的人的髮型 就一直在這邊挑 這樣子 所以就我也被查了一天 對 所以那個頭轉 不然會嚇一跳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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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是你滿很認真啊 我也希望你以後可惜 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有一點 你剛剛強調兩次的 這個倒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 你畫的 你可以做整個可以按度 但是 不要把這個當做重點 因為 未來你真正在剪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按度 對 所以 所以你不能當學生在剪的時候 他不斷的按度 應該說 剪到某個程度 他怎麼樣他繼續能夠剪得更好 而不是 啊 又從頭開始 又從頭開始 但是實際上是你 事實上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 不要當做你一個強調的重點 油畫可以按度 感覺是 水果化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謝謝老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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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 我們就謝謝同學的見報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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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